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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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画的时候是喜欢平的,好像现在是平的。 是啊,如果是没有平的,这个颜色如果是下来了,我就那种画就没有了,就画的还要干,等于说。 He does this because if he makes it more straight, the color is going to flow down. so he wants to keep it flat. 这个地方可能会把这个瓶子破坏一点, 破壞点其实没关系 这个瓶子这个地方可以和背景连贯着考虑 所以当你考虑到的形状 你能够做这种形状和背景的形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提供 后面的花如果是画得比较虚或者是不是画得非常明显呢 可以把前面的白花更能够呈托起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画那些花在后面的白花更明显 你会变得比较空间的效果 然后前面的白花会更加明显 我也会在这个白颜色画周围 这样就是再加一些昏迷的颜色 这个白花就出来了 再加一些更多的颜色 在背面的白花 所以它会更加明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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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有幾朵紅的 很鮮豔的畫 本來是想到最後的時間才畫的 因為它太漂亮了,我就這個時候沒再畫 那麼有很多畫家就放了這個抽 所以很多藝術都會有這種經濟 畫畫這個東西有的時候也是非常遺憾的藝術 遺憾 總會有一些或是非常圓滿 但是畫畫的過程是非常享受的 但是當然,整個畫的過程是非常小心的 因為這個背景的顏色還是濕的 你畫的這個色度如果是很濕的話 這個畫就出來了 所以你畫的時候,色彩要比較乾 色彩如果是不乾,沒關係,就這樣弄 你會很小心 因為背景還會很濕 所以當你畫畫畫畫 你會確實要是很乾淨 而不是很乾淨 如果你想要畫畫畫畫畫 你可以做什麼他剛才做 你把畫畫畫畫上 你把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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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但等會我還可以畫,有蒙蓉又沒有蒙蓉的,在這個位置上面也是非常好看。 你會先塗製一些藍色,然後乾淨,你會先塗製一些清潔的藍色, 所以有兩種清潔的藍色。 現在我們就可以考慮畫的那個葉子。 畫的這個葉子是很難畫的,難在哪裡呢? 我明明是看到的是綠的這個葉子,但是又不能夠畫得太綠。 那我只能夠就選擇,有一些是比較近距離的,是一定要綠的。 其他地方我就會考慮,要和背景設計的顏色。 所以在某些地方,他會選擇綠的藍色。 但在某些地方,他會選擇綠的顏色。 在某些地方,他會選擇綠的顏色。 在某些地方,他會選擇綠的顏色。 那麼現在為什麼要先畫一遍呢? 畫一遍,因為它有很多細節,可以融在背景裡面。 所以他會選擇綠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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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的時候,我們會把這個綠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選擇綠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選擇綠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選擇綠色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選擇綠色, 我們會選擇綠色的顏色。 那麼多一點。 這樣子的顏色。 那麼多一點。 那已經是多少。 那麼多一點。 ко也是不倫色。 他會選擇綠色。 那麼多一點。 直置好了。 我們會選擇綠色的顏色。 的时候还是要知道这个瓶子的口在哪里 我可能会会留一点点白 所以他留了一部分的白色 所以你能看到底部的底部 现在这里边有两根线 我现在还不敢跨 跨的时候会一下子就会放大 这个不是大量的小 是还没到时间 对吧 您在哪里 那這一邊呢,我會把一個瓶子啊,它的一個外型啊,把它虛的,那這邊就保留了。 所以我們可以把右邊的圖片的圖片的圖片更加混合, 但是左邊的圖片是選擇的, 那國師認為呢,這個圖片可以,不怕不可以, 因為大家看的時候是很容易理解的。 所以你不需要畫整個圖片的圖片, 所以你不需要畫整個圖片的圖片, 所以你已經看到了圖片的圖片。 那這邊呢,是有一些狗狗的。 那些圖片有些明顯的圖片。 一個圖片、一種圖片、一種圖片、一種圖片。 那這一個圖片都會有很多圖片。 但是你們可以畫的圖片都會有很大的圖片。 你要有照片, 你也要留得很 bear在圖片上。 因為露得不好會把這個瓶子的造型改變 因為如果你是不小心的話 你不會改變形狀態的形狀 畫水彩畫其實還是非常有趣 我覺得它好像是畫了這麼大的一張畫 這連兩好像什麼都沒用 它是像写畫色的 写畫是很大的写畫 你用很少的写畫 而且在那邊 写畫上 他們接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 看那个这个陶罐啊 看看这个受光的地方 其实这个受光的地方还是要比那个布要暗 所以你能看到有一个亮面的地方 这个亮面的地方是更暗的 比较暗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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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彩花 海彩花就是有一种挑战的意味在里面 他认为它是很难的,但仍然选择这个画 看来画水插画的人 其实是最会挑战的一方面 这一笔有点像中国的书法 在中国画画的人都要学习书法 我的感觉大哥就是刚刚就是用书法可以使用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要求全世界都在写书法的 当然,你不必须学习书法 你不必须学习书法 谢谢大家 你不必须学习书法 你不必须学习书法